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451集 云散风险 其实这一份异样 不止白玉堂发现了 同行的其他人也都发现了 除了公孙、庞玉 他们这些不会功夫的 其余众人都有个不解的地方 怎么那么多武人 白玉堂微微皱眉 上了楼找了个雅间 一行人进去坐下 点菜的时候白玉堂问了一句 怎么那么多人 不知道啊五爷 就这几天突然躲起来的 而且还都是些练武功的 我们这边靠城北 人还不算多 城南都住满了 听说好多好多大门派 还有少林啊天山啊什么的 我们还以为是来给夏爷祝寿的呢 但是看着又不像 以前从来没有过 白玉堂点了点头 等伙计走了 白玉堂又扶着额头 怎么了 不清楚 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鹰猴走到窗边 看了看下边的人 又探出半个身子 往远处望了一眼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等他回过身的时候 微微皱着眉头 掐着手指头 似乎是在算什么数字 天尊和无杀都瞧见了 你怎么老鬼 要算一挂啊 鹰猴看了看天尊笑得没心没肺的 也没心思逗他 而是转头看白玉堂 你爹多大 四十六 今天怎么那么多人 问我爹多大呢 四十六岁坐寿这么隆重啊 四十六 今年是仅佑三年 关年份什么事啊 皇上前兴元年继位 改年号天圣 天圣十年明道两年 景佑现在十三年 也就是十五年 众人都点头 赵真别看年轻 可也当了十多年皇帝了 毕竟年幼就继位 不过鹰猴算这个来干嘛呀 众人都不解的看天尊 天尊见上了满桌子菜 才不管鹰猴想什么呢 身筷子加吃的 倒是无杀摸了摸胖乎乎的 下巴微微皱眉 剑龙到前兴是六十二年 生元年里便登基 直到剑龙是正好二十三年 鹰猴说着 看了天尊和无杀一眼 今年正好一百年 鹰猴的话音刚落就听到 啪嗒一声 无杀手里的勺子掉碗里了 惊讶地张大了嘴 已经一百年了 众人都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着两边什么一百年 白玉堂不解的看天尊 就见不同于鹰猴和无杀的紧张 天尊还没心没肺的吃丸子呢 哎 你倒是长点心吧 无杀拍了拍他 天尊眨眨眼不解 嚼着丸子歪头 这一百年有什么问题啊 鹰猴见天尊又夹了个丸子 塞进嘴里无语 拍了他一记 你今年几岁 天尊嚼着丸子看白玉堂 白玉堂扶着额头 一百二十几 展昭点头 又看鹰猴 貌似他俩一样大的 就差了几个月的样子 然后 天尊又看鹰猴 其余众人是面面相觑 这几位老人家怎么这么纠结年纪 你二十来岁的时候在这干过什么 二十来岁啊 你二十来岁的时候在吐云峰干了什么 无纱话刚说完 天尊一口丸子喷了白玉堂一身 白玉堂黑着脸看着自己胸前的衣襟 这衣服没法要了 展昭边拿着帕子帮他擦 边不解的看三位老人 这又是有什么情况了 就见天尊擦了擦嘴 跑到窗口 爬上窗子往远处望 看了一眼张大了嘴跳了下来 哎呀 已经一百年了呀 乖乖 难怪鹿雪儿那丫头要把我们都叫来了 众人都跑到窗边往远处看 就见北边有一座极高的山峰 高耸入云 山顶的形状就像是一把刀 刀还很锋利 云层飘动 有一种被刀砍碎的感觉 十分雄伟 那座山好高啊 赵浦忍不住感叹了一下 他见过的高山也不少 不过第一次见这么高的山峰 众人也不明白要看什么 倒是展昭留意到白玉堂正惊讶地盯着那座山峰 第一次看到吧 白玉堂点了点头 满脸的惊讶 什么第一次看到 那座山叫屠云山 那座刀锋一样的山峰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屠云峰 应该 众人不解 白玉堂对自家附近的地名 怎么很不熟悉的样子 传说中的屠云峰而已 我长这么大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屠云峰真正的样子 以前都不看啊 屠云峰是常年被云雾遮挡住的 我 我爹娘 我爹娘甚至我爷爷 都没见过屠云峰真正的样子 因为据传说 那些笼罩屠云峰的云 一百年才散一次 一百年才散开一次 真的假的 的确如此 那一百年前 你在这干了什么 众人都忍不住看天尊 天尊骚了骚脸 一百年前 天尊在屠云山上战群雄 打爬了天下所有的门派 夺上屠云峰 才得了天下第一的封号 你年轻那会儿 还有争名夺利的时候 他打架可不是为了 这天下第一的名号 阴侯笑了笑 似乎想起了 什么好玩的事情 天尊无语 撇嘴 很不爽快的样子 为了什么呀 因为银妖王和白月林 两个骗他 说山上有好玩的把戏 白月林当年 不还让你带了 样东西上去吗 究竟是什么 不记得了 好像是个匣子 匣子里是什么 当年白月林神神秘秘的 江湖人还盛传是天下 独一无二 耗尽了他几乎所有家产 换来的质保 天尊苦想了半天 无奈一摊手 表示真不记得了 众人泄气 天尊这计计 关键时刻一定不记得 白月林当年 白月林摆了白手 示意什么东西 倒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另一件事 我爹娘会有什么麻烦 其实你的麻烦 应该更多点啊 不是吧 又来 不是吧 好容易从悲害回来 给爹过个数都不安心 其实展昭这话是帮着白玉堂说的 倒是白玉堂微微一挑眉 对展昭点头 表示满意 跟着叫爹就对了 听到白玉堂又有麻烦 众人也不禁为他拘一把同情类 最近真是多事知秋 白玉堂更是麻烦不断 其实大可不必去理会 天尊摆了摆手 众人都看的 我当年也不是特地去抢那个 什么天下第一的牌子的 搞得天山派莫名其妙的 也变成了天下第一门派 还三天两头的被人挑衅 不得安宁 说实话 对中原武林天山派理会甚少 我也没给他们当过一天的盟主 若是真说起来 还是武当少林之类的门派 贡献比较大 不如这次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你想的是挺好 武当也好 少林也罢 这中原武林的江湖后背里 能毒上屠云风的才几个 别跟那时候似的掉下来摔成饼 这倒是 赵卜又瞄了一眼 那云雾缭绕之中的山风 点了点头 的确很难上的感觉 何止是难上 那山风极险要 而且四面有很强的风 那里差一点的 根本不可能上去 说起来 就算当年没争到第一的江湖人都来了 准备比武上屠云风 如果我们不去参加 也不关我爹娘什么事吧 听白玉堂问到这里 三个老头对视了一眼 似乎还有些什么事 还有事 要知道白玉堂是你太爷 其实他当年给天尊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 是他留给一百年后白氏子孙的礼物 那不是留给我的吗 留的是什么呀 鹰猴和吴沙都看天尊 天尊歪着头 想不起来了 不过 当年是妖王给白玉堂出的主意 让他别藏着那么多钱了 又不能带进坟里去 还不如留一份礼物给他的后世子孙 还说 那礼物重见天日那天 是他孙儿的生日 也是他曾孙带着心上人来看他的大日子 于是白玉堂留了一份给你爹的寿礼 和给你欣赏人的见面礼 据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